嗨,各位好啊,又到周末了,老补还是先祝各位朋友周末愉快 上集说的是啊,我年轻那阵儿,有一次大冬天一月份跑日本,在东静岗 结果呢,让俩日本老太太给忽悠的去了一趟日本教会 本来在床上说的挺好的,老太太跟我们说了 就是去他们教会那坐坐去,听听他们跟我们聊聊 然后呢,管吃管喝,还把我们送银座去 等我们在银座玩够了,再把我们送回来 挺好事啊,结果就去了 没想到到了那以后啊,是也没吃着妈,是喝也没喝着妈 然后就被人要求,把衣服脱光,换上人那大袍子 有朋友可能会问,你们怎么不反抗呢 你们那水头不挺厉害的,不劳耍吗,劳活活吗 咱们到那松了,还真不是松了 是被人家那仪式感啊,给震住了 这点你不服不行,这就是宗教的厉害之处 气场太强大了,你只要一进去 就让人那气场完全把你镇压了 你想想,大袍子一喘,那脑袋还盖住了 两个人架着你,都逛着去啊 一点剩下都不能有啊 慢慢慢慢往前走 不是那瞪着你,哐哐哐往前走 不是啊,一步一步慢慢走 非常的缓慢 而且极具节奏感 就好像啊,人家带着你去做一件非常非常神圣的事情 你还反抗,你反抗慢 这就跟九十年代处那气拱热一样 那带拱报告一发拱 全场好潜人好几百人 哎呦,在那去摸乱摸 连苦带寒,连拖衣服带绷,一样 你不止不绝的就让人家给催眠了 那这儿啊,你是一顶顶点反抗之心都没有了 人家怎么摆上怎么摇 不然的话,后面发生那些啥事 那不可能有 在正常情况下 多缺心眼的人,也不会干那啥事 不过那这儿啊 我跟水头我们俩 已经被人家就跟半催眠一样 已经蒙了 我们俩就跟这几个人慢慢往前走 气拐八拐,气拐八拐 就走到一个退喇门跟前 两老太太就站那退喇门门口了 那这儿也换了衣服了 也是那抛的 看我们过来 把那退喇门一看 两人一鞠躬一身勺 那一色情绑 这门一看一股冷风 就进来了 吹的我就一记灵 我太阳一看 这是个后院 外面漆黑一片啊 就是从谷里掏水这点亮 我一看 外面有个水池子 不大 大概有那么三米成六米那么大 有楼梯 那楼梯一直啊 扇到水池子底下 这阵我们就出来了 水头在前面 那俩人架着水头啊 就往那池子里走 你想想 一月份 东京 多冷啊 还好啊 那水还没结病 能看出来 水头不垫子下去 可他边还有俩人架着他 他那边不想下去 也得下去了 我就看着他往水里走 然后就轮到我了 我也不想下啊 这脚杠一踩水里 那就动作一记灵 可是架不住我 身边还有俩人了 这俩人架着我俩胳膊 他们俩往里一走呢 等于是把我连拖带架 也给带水里去 这狼啊 动作直哆嗦 关键波他们就要干嘛 大冷天天那么黑 弄水池子里 这是要给我们洗澡吗 可看着不像啊 这不确心眼吗 要洗澡 你好歹也给我们 弄个粪水池子 这凉水池子太冷了 再说了 那俩老娘们哪去了 没看他们出来啊 正在我这 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开始给我们 松衣服那大爷 伸出了他的左手 轻轻的抓住了 水头的右手 然后把他的右手 又轻轻的 放在了水头的脑袋上 接着啊 他就跟唱歌似的 在那念经 咱也听不懂 他念的是嘛啊 反正哇啦哇啦 哇啦哇啦 越念省越大 是越念省越大 水头那点都啥了 就那么支狗狗的 望着这大爷 这事儿 这大爷突然 搞寒了一句 我也听不懂寒的是嘛 可是我就看啊 这大爷 还有架水头那俩人 三个人一块啊 嫩着水头那脑袋 哭啊 就跟嫩水里去了 那池子水还挺渗的 已经啊 快到我胸口了 水头比我矮 那水已经没过他胸口了 都快到脖子那了 所以啊 哭啊 这下就给嫩水里去了 然后我就看水头那脑袋啊 哭啊 又出来了 紧接我就听见水头那儿啊 哎呦 卧槽 这卧槽还没撩印呢 那三个人呢 哭啊 又给他脑袋嫩进去了 然后哭啊 又出来了 水头 哎呦 那草还没出来了 然后你哭啊 把脑袋又给嫩进去 然后哭啊 又出来了 一共三回 跟嫩臭贼似的 最后这回啊 水头终于把我操那操说出来了 而且后面还架了一句 哎我操那小妈妈的 这说的挺可乐啊 其实当时啊 比这还可乐 给我都乐出印来 在这那大爷 哎晃荡晃荡啊 又怕我这来了 还是跟我啊 嘘 那意思别乐了啊 挺严肃一事 你乐吗 我一看大爷这挺严肃的 赶紧啊 我也不敢乐了 然后大爷又伸出他的左手 轻轻拉住我的右手 哎 抬到水面这 然后 把他的右手 也放在了我脑袋上 接着又开始啊 瓦了瓦了瓦了 一通念啊 跟唱歌似的 越念省越大 越念省越大 最后 瓦了瓦搞喊一句 我就等这句呢 我心里就来了啊 我得准备好了 可不能跟水头那样似的 我就杠着个脖子 人家三个人呢 哗一嫩磨 没嫩下去 那大爷看没嫩下去 瓦了瓦又喊了一句 三个人一死尽 哭 我这脸就进水了 可是这脑袋还没没水里啊 三个人一看我脑袋还没没水里 又一十斤 他那意思 废得要把我整个脑嫩水里 才八凶 虽然我也挣扎了两下啊 但最后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去 结果还让人家把脑袋给嫩水里了 一共三下 哭 哭 那算爽 没试过的啊 我建议你们冬天找游泳池去试试去 绝对的提身兴能 这三下过后 马上啊 这人就净身了 也不狼狼 也不哆嗦了 就垫着麻戒了 可这地麻戒也没用过 一试结束了 然后我们让人扶着 从那水池子出来 回五里换衣服去 一开始我们俩还以为咱们也得来个淋浴嘛 洗个热水槽 然后再换衣服 没有 就一人给了一条大淤巾 把身上擦干了 然后就换衣服 换衣服出来 那俩老太太 又把我们领到一开始 我们带那大厅去 然后 给我们端来一丁小蛋糕 一杯 泪茶 我们俩把那蛋糕拿起来 一口塞嘴里了 然后在那喝茶 水头问那老太太 这蛋糕还有吗 再来两块 老太太一听 牛头出去 又给我们俩爷爷拿一块蛋糕过来 水头还挺不劳乐意的 那意思你拿还不多拿点来 就一块一口就没了 我说散了吧 好歹店不店不得了 一会儿那么晚了 咱还去银座吗 说说对对对 咱赶紧去银座 然后牛头跟老太太说 跟着 跟着 老太太出我们来举宫 嗨 都走 那意思 请 咱现在就走 这是那大爷 还刚才那几个人都出来了 给我们送行 都挺客气 连举宫带塞尔纳拉 我们也塞尔纳拉 然后那俩老太太 开了车啊 把我们送到银座去 没多远 不到二十分钟 那这已经八点多了 老太太拿手表给我们指 九点半 还在这儿 借你们 我们好嘞 甭管了 然后老太太开车走了 我们俩就开始溜银座 九十年代 那银座对我们来说 那绝对画画世界啊 到处都是等啊 亮极了 马路人都穿得奇奇怪怪的 看那个忍者神贵了嘛 竟穿忍者神贵那衣服的 反正是挺热闹 我们俩就跟刘老进大国园似的 这朝朝那看看 也没钱 卖也卖不起 只能在外头看看 看看那个橱窗 看看那明鸿灯 和看卖都新鲜 这一段事啊 很快就过去了 然后我们一看 赶紧去那个瞎扯的地方等老太太去吧 结果没想到啊 我们俩都属于盗汪那系列的 这在音座这一溜的溜的 溜没有了 忘了我们当时在哪瞎扯 找不着了 最后啊 找着一大概旗 有点像那么个地方 我们俩在那就等 把你骂傻老 等汉子似的啊 溜溜等到十点 也没看见那俩老太太来 我心说这怎么办 这要是正打梁储策回去 好那得多少钱 没准这一月工资就没了 日本的储策 老贵老贵的了 再说就算你找着储策车了 你也不知道去哪啊 我们那串靠哪儿了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就是要靠那儿了 但那是哪儿啊 地址是吗 我们不知道啊 大亏我是跟水头下来 老海盗他有经验 他说咱俩找警察吧 跟咱国内一样 有困难找民警 到了国外也一样 有困难找警察 可是那这是大王十连座 阴座那是好多人呢 但是没有警察 哪找警察去 谁说说你随便找个路人 让他绑三报警 我一看人做这么多人 我找谁去 最后我看上俩小姐姐 哎 小那半 呆呆呆过来了 我一看挺善良的 我就给人拦住了 人一看我们俩吓一跳 也我们俩在串装搭配啊 明显的跟日本人不一样 一看就跟老塔似的 尤其那水头 一脸雄像 老糊糊嘛 看着个那电车吃汗似的 俩小姐看着他 直往后躲 我赶紧给人用影文说 我爱你别怕 我们找police 小二本影文不行 小二本影文最差了 我在那说半天 人就挺懂一个词 police 人家问我是police吗 我说啊 police 这俩小姐确认police以后 赶紧拿出手机 替我们俩就报警了 报完警人也没走 人家还在那陪着我吗 一会儿警察就来了 也就这么四五分钟 我们一看警察来了 赶紧把我们的海员证 等录证 都给警察了 然后水头用他那半调子日文 我用我的半调子影文 跟警察掰我 这怎么回事 我们去教会 俩老太太给我们送着 没来解我们 得半天 也不知道警察听懂没听懂 反正大概意思明白了 知道我们是迷路 然后我们那等路证 那show pass上有电话 然后警察就开始打电话 打了好几个电话 随后可能弄清楚了 我们到底那船靠哪了 靠我们上车吧 然后开车给我们送回来了 一到船边 我一看 那俩老太太撤在船边了 赶紧谢警察掰吧 跟警察掰说个sayonara 我跟水头我们俩就上船了 一上船 看那俩老太太 哎呀 俩老太太看我们俩 哎呀 又举控又狗慢 又塞里骂散的 那意思啊 太对不起了 没借着你们俩 让你们俩受苦了 我们俩一看借一个 也赶紧给人家举控 那意思没事 警察爸也把我们送回来了 骂事没有 其实这事还真不能 那俩你老太太 我们俩没准 暂时走错地方 被这画画世界迷失了爽眼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